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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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以為西式湯水一定不健康 和難做 今天就和大家介紹這款蕃茄濃湯 既可以增強免疫力 亦都可以作為輕食瘦身 而且材料簡單 一齊看看 蕃茄 三到四個 紅、橙或黃色西椒 兩個 一個洋蔥 蒜頭 三至四細粉 和100毫升的淡忌廉 蕃茄和西椒都是營養豐富的食材 蕃茄含有豐富的維他命C 茄紅素的抗氧化物 有助保持心臟健康 我們首先把蕃茄洗淨 之後好像我一樣切小顆 待用 西椒一樣有豐富的維他命C 增強免疫力 當中紅椒含有豐富的抗氧化劑 有助抗衰老甚至抗癌 也有助維持眼睛健康 我們洗乾淨西椒的表面之後 切開再用水蔥酒入面的紙 之後也是切小顆 待用 相信大家都知道洋蔥是健康的食材 一樣可以提升免疫力 我們將洋蔥去皮之後再切小顆就可以了 蒜頭用刀背拍扁 之後除去蒜衣 再切成蓉 接著就可以用易結鑊 下幾滴油之後用中火將蒜蓉爆香 接著稍為將火收細一點 下洋蔥和西椒炒大約2至3分鐘 之後再下番茄 再炒2至3分鐘之後 慢慢加入清水 份量可以按個人喜好而定 轉中大火 以滾水計大約熬5至7分鐘 等材料都變軟之後 就可以收細火 加入1茶匙雞粉 之後再加入淡忌廉 攪勻就可以關火了 接著就要用手提攪拌棒 放入湯裡面攪拌 直到材料都溶到湯裡面 之後就可以上桌喝了 希望你喜歡我今次的介紹 記得訂閱我們MEMO的Facebook專頁和Youtube頻道 和Alfred Mac的Facebook專頁 今集說到這裡 拜拜